總統蔡英文時隔三年參拜木炸中順廟 苗伯亞簡書培兩人同框林故洞 因為傳出黨中央 下週就要徵召苗伯亞出戰大安區立委 讓在地生耕八年的簡書培相當心寒 我到現在都沒有接受到中央黨部正式的徵詢 這個合作的機制到底從何來 這要講清楚 不然我們其實也很難去說服我們的支持者 為什麼要支持這樣子的候選人 這個最好的人選他屬於哪一黨 然後他的這個黨籍黨政是什麼樣子 其實是次要 重點是如果他是最好的人選 我們大家就要共同來支持 賴清德拍板的民主大聯盟 在艱困選區尋找騎兵合作 但卻明顯沒搞定黨內 刺客他除了自己本身條件要好 他也要社會能接受 看起來就是黨中提名的這些人選 地方上還是有一些雜音 有談 但是我可能不太會認為那是徵詢 所謂的溝通是應該是有尊重 跟誠意為前提的溝通 如果只是單方的告知結果的話 不見得會有什麼樣的太大的成效 有一角逐大安立委的當事人 對黨中央的粗暴告知充滿抱怨 傳出提名小組有人不滿刺客名單 但身為召集人的潘孟安卻前綱獨斷 強行通過 我想包括這個選舉的策略小組 包括我們的徵召作業都會非常謹慎 賴慶德原想拉攏年輕選票 這下Team Taiwan卻可能淪為口號 堅困選區爭招爭議的這把火正持續延燒 進行為黃瑄玲嘉倩戀志好陳勝義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決定開滿 戰艦 努力 馬上